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又到了京市讲故事的环节,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晚清的战争系列之新疆篇第十二章,治理新疆十一。 为什么清军主帅长陵想要撤退呢?难道一场沙尘暴就把他给吓怕了吗?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,而且在整场南下的战役中,似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,全靠杨玉春一个人独立支撑。 难道主帅长陵完全不懂军事吗?其实也不尽然,虽然长陵没有作为主将,主持过全面战役,但是他对军事一点也不陌生。 自从乾隆年间开始,他就陆陆续续参加了平定甘肃穆斯林新教叛乱,台湾原住民叛乱,以及保卫西藏的战役。 虽然没有杨玉春那么厉害,但是他也是一个内行,那么为什么刮了一场沙尘暴,他就要撤退呢? 他真的有那么糊涂吗?当然不是,在担任这个任务之前,他就曾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,觉得收复南疆四成没有什么意义。 在他看来,清朝从赵贵攻下南疆以后,除了在这个地方花冤枉钱以外,一点实在的好处都没有,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包袱甩了涮了。 所以他对南疆平叛一点积极性也没有,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,道光皇帝去选他作为主帅,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,前面我们说过了,他刚刚奉命出征,才走到半路上,道光皇帝就给他写信, 让他考虑在南疆在南疆恢复土司制度的可能性,能不能让穆斯林自己管理自己,朝廷就不要再操这份心了,只是保持名义上的藩属关系就可以了。 这封信是以秘纸的方式发给他的,还没有开打,道光就在泄他的气,让他开始考虑怎么退让,所以他不由的开始揣测道光皇帝是不是不想打,也想趁机甩掉这个包袱。 而且让他更搞不明白的是,最初道光任命的平叛主帅,负责南疆作战的钦差大臣并不是长陵,而是杨玉春,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,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,可是很快,道光就改主意了, 说是杨玉春年纪太大,已经七十岁了,主持全面工作太辛苦,怕他体力不值,敢让长陵来担任主帅,杨玉春只是帮助他管好军事,这是什么意思? 长陵年纪也不小了,也是六十八九的人,谁都知道杨玉春在军事上是一把好手,南下平叛,明明他就是最好的选择,怎么突然又让长陵来担这副担子呢? 道光皇帝葫芦璃到底卖的什么药呢?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道光为了保证满人对军权的绝对控制, 可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吗?杨玉春担任主帅,率领千军万马,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了,怎么这回就不行了呢?会不会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呢? 再加上,另外一位参战大臣五龙厄,一路上一直就嘀嘀咕咕,觉得这仗除了劳师迷想之外,一点意义也没有,就是打赢了,也无非是重新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,纯粹是瞎忙活,这让长陵在想,会不会是他也接到了道光的指示,在对他暗示呢? 因此,在杨玉春没有来之前,他就一直留在阿克苏,不想南下,他想搞清楚道光到底是什么意思,是让他先装装样子,然后再找个借口,说这场战争花钱太多,无法支撑,最后就不在南下了吗? 由于道光皇帝传递给他的信息太混乱,搞得长陵不可能不胡思乱想,所以一直犹犹豫豫豫,拿不定主意,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直立总督纳延城,突然上书道光皇帝,指出新疆绝对不可以放弃, 一旦没有了新疆游牧民族肯定会南下,那么用不了多久,蒙古和青海也就保不住了,到时候清代的国防战线就会像明代一样,压缩在长城一线,游牧民族就会发展壮大, 同时也会必然的开始不断的对内地骚扰,到了这个时候带来的军费开支,恐怕就不是现在要花的这一点钱了,明代就犯过这个错误,放弃了在新疆的前哨阵地, 结果在蒙古的前哨阵地很快已保不住,最后整个关外的少数民族全都变成了明朝的敌人,明代最后的灭亡和这个错误政策有重大的关系,而且纳延城还指出,自从乾隆收复了新疆以后,清朝就再也没有受到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,已经长达七十多年了, 虽然每年都要补贴新疆一两百万两白银,可是实际上省下的权远远超过了和游牧民族打仗,要花的钱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之上, 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心力放弃南疆,那将来北疆也可以放弃,既然新疆可以放弃,那么蒙古、青海、西藏都可以放弃, 一旦让边疆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这个想法,从此必然天下大乱,离亡国也就不远了, 所以纳延城认为,无论花多少钱,哪怕倾家荡产,也必须收复新疆, 而且他向道光皇帝建议,一旦平定了南疆叛乱,必须杀以儆百,对参与叛乱的穆斯林绝对不手下留情, 同时把南疆四成没有参与叛乱的穆斯林,全部迁往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分散安置, 然后再从内地招募移民过去,彻底的保证边疆的安全, 他的这份公开奏书,立刻得到了清廷绝大多数官员的支持, 让那些一贯主张放弃新疆的人,暂时都闭上了嘴, 那为什么他要上表这份咒书呢? 因为他收到了杨玉春给他写的一封信,让他觉得局势很严重, 必须把这层窗户纸挑破,那么杨玉春为什么又要给他写信呢? 因为杨玉春发现,道光选的人都怪怪的, 长陵和五龙俄一项都是认为南疆除了给朝廷增加经济包袱, 实在是看不出来有其他什么好处的人, 道光为什么会选这些人呢? 所以他很担心道光会不会也是这个看法, 但这些人去的目的就是想借机甩掉这个包袱, 可是他又不好直接上奏, 因为他作为一个靠打仗起家的汉臣, 如果一味的鼓吹在南疆用兵, 很容易让别人联想到他是不是想借此为自己谋得利益, 当成他升官发财的踏板, 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捆打了几十年的老江湖, 他知道很多事不能光靠一腔热血, 而是要有正确的谋略, 于是他就在出发的同时, 也给他的老朋友纳延城写了一封信, 给他讲述了南疆叛乱的情况, 以及失去南疆的后果, 他相信和他政治立场相同的纳延城一定会做出自己正确的反应, 而且他知道作为乾隆朝明臣阿贵的后代, 纳延城的政治能量远远高于他, 只要他挑起了这场论战, 一定会得到朝廷大多数人的支持, 让道光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, 必须做出政治正确的举动, 果然纳延城上奏以后, 朝廷上主战派占了上风, 包括道光在内, 没有人再敢公开说放弃新疆的话了, 或者流露出类似的意思, 当杨玉春赶到阿克苏以后, 他立刻就遵处长陵南下, 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害怕拖久生变, 毕竟在新疆打仗, 花钱如流水, 如果银子花多了, 朝廷的财政扛不住, 舆论很可能就会再次转嫁, 从南下以后, 杨玉春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, 连战连胜, 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打到了喀什城下,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, 可是长陵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撤退呢? 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在想, 道光到底在给他打什么哑泥呢? 究竟是想不想让他收复南疆四城呢? 所以一路之上他其实一直很纠结, 抱着弹求无辜, 不求有功的心态, 自然也就进取心不足,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 新军在杨玉春的指挥之下, 一路过关斩将, 连战连结, 他也就顺水推舟, 乐见其成了, 可是当到了喀什城下, 一看见十多万穆兹林大军, 坚守在英国人修筑的攻势里, 凭他以往的战斗经验判断,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攻破, 而且明显杨玉春也束手无策, 于是他心里早就在打退堂鼓了, 在他看来, 一路打了这么多仗, 对朝廷算有了一个交代, 实在是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冒险, 所以到了喀什城下, 刮起了沙尘暴的时候, 他认为看见见好就收的机会了, 因此主张先后退十里, 停下来看看道光,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, 然后再做打算, 当他建议一提出, 参战大臣五龙阿立即复合, 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提议, 其他的将领一看, 三位领导中有两个都不想打了, 赶快表示和领导保持一致, 不过他这一点小心思, 杨玉春心里猜的是一清二楚, 所以忍不住的仰头哈哈大笑, 看得周围人莫名其妙, 以为他被穆斯林叛军和沙尘暴给吓傻了呢, 不过杨玉春之所以哈哈大笑, 还有一个原因, 是因为他已经想出了破敌的妙计, 看见杨玉春笑个不停, 长陵忍不住的问道, 杨大人, 何故笑个不停啊, 杨玉春当然不会告诉长陵, 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, 他撵着胡须对长陵笑道, 哈哈哈哈哈哈, 长达人恭喜恭喜这场大风, 乃是我大清有德, 皇上有道, 上天眷顾, 天赐我大军破敌兵之机, 看见众人一脸狐疑, 于是杨玉春又说道, 众位大人, 你们都看见了, 敌人重钉把守的这道攻势, 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攻不过去的, 如果硬攻, 敌人死伤惨重, 到时候被敌人打一个反击, 我等全都要在此做孤魂野鬼了, 众人一听心想, 你这不是说废话吗, 更搞不清杨玉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, 只见杨玉春接着又说道, 我军远道而来, 全靠抢夺敌人的粮草为耻, 不过现在剩下的, 也最多只够十来天的了, 而要从阿克苏运粮来维持我军两万大军, 相隔千山万水, 那也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, 所以我军也无法在此和敌人相持, 因此如果没有刮着风, 长达人说的一点都没错, 咱们应该撤退, 这话一出更让大家一头雾水, 可是杨玉春突然话锋一转, 说道, 但是今天这场大风飞杀走石挂得太好了, 刚才有人担心, 敌人会借着风来偷袭我们, 可是我们也可以借此大风来偷袭敌人啊, 随后杨玉春讲出了他的作战计划, 众人听罢, 无不恍然大悟, 拍手撑起, 就连长陵五龙鳄也心悦臣服, 大呼妙哉, 最后杨玉春正次对大家说道, 或等离家万里为国尽忠, 一路打山涉水, 风滩露宿, 浴血奋战,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, 绝不能功亏一篑, 大家若是以我计而行, 必能打破葫芦, 名垂青史, 流芳百世, 众人愿意与我同行乎, 大仗内人听罢, 早已热血沸腾, 齐声的说道, 愿随杨大人赴汤蹈火, 万死不辞, 长陵这个人虽然政见和杨玉春不同,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, 就是听得尽正确的意见, 这个时候他被杨玉春舒服了, 马上下令, 卷军与杨打人之际而行, 立刻出发, 此时已经过了半夜, 大风卷着沙尘打在人的脸上, 犹如杀纸擦过, 而且气温急剧下降, 在这样的天气下行军, 必须要有非凡的勇气, 但是杨玉春已经向所有的士兵保证, 这一战是最后的一场恶战, 他们一定要打败敌人, 获得大量的缴获, 不仅仅收入丰厚, 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家了, 听到杨玉春的保证, 所有的士兵都兴高采烈, 因为他们都知道杨玉春说过的话, 从来都是说到做到, 于是就在这样的恶劣条件天气下, 大家跟着杨玉春出发了, 没有一个人抱怨, 没有一个人畏惧, 因为这一路过来, 他们早就对杨玉春无比的信赖了, 那么杨玉春的计划是什么呢? 他首先派出了西部族将领鄂尔古伦, 率领一千多名骑兵, 顺风沿河而下, 尽量把动静闹得大一点, 引起敌人的注意力, 让敌人分兵到下游把守, 而他自己则带领一万多大军顶峰沿河而上, 借助杀尘暴的掩护, 从河的上游渡过, 然后顺风向下进攻, 在这样大的杀尘暴下, 敌人根本睁不开眼, 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攻入敌人的攻势, 一举击溃敌人, 计划很妙, 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, 特别是顶峰沿河而上的这段路, 人马不仅仅睁不开眼睛, 而且狂风之下, 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平常几倍的力气, 虽然很难, 但是大家却热情高涨, 尽管人人都只能低着头, 眯着眼, 在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的行走, 不时的被绊倒,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, 也没有一个人掉队, 艰难跋涉了大半夜以后, 清军来到了渡河点, 一个水浅的地方, 可是由于大风, 河水现在也变得波涛汹涌, 虽然河水不至于把人卷走, 但是掀起的波涛却让人成了落汤鸡, 再加上降温, 所有的人都冻得瑟瑟发抖, 但是他们也只能忍着, 因为他们不能生活取暖, 那样就会被敌人发现, 不过正因为是这样艰难的天气迷惑了敌人, 当张戈尔收到叛军哨兵报告, 说是清军半夜的时候似乎有动静, 看见所有的骑兵顺风沿河而下, 张戈尔出门看了看, 立刻被巨大的沙尘暴吹得摇摇晃晃, 顿时觉得这种天气里, 行军实在是太困难了, 除了顺风而下以外, 逆风是不可能的, 于是他觉得清军骑兵, 就是和哨兵看到的一样, 不能耍别的花招, 只能顺风沿河而下, 等风停了以后过河, 并不是十分紧要, 不过为了避免意外, 他还是从上游抽掉了一些人, 往下游加强反顾, 因为恰好也是顺风行军, 他觉得问题不大, 可是他慢慢没有想到, 杨玉春偏偏要攻的就是上游, 这样一来, 他就中了杨玉春的神冬击西, 调虎离山之际, 当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 沙神暴依然没有丝毫的减弱, 顺风而下的清军, 终于逼近了敌人的攻势, 于是枪炮齐鸣, 众人呐喊着向敌军发动进攻, 穆斯林士兵全都惊呆了, 他们无法相信, 怎么会突然有清军出现在河的上游, 现在他们逆着风, 在沙神暴中根本就睁不开眼, 看不清楚对面来了多少清军, 无法瞄准射击, 而且在呼啸的狂风中, 枪炮声和喊沙声都被成倍的放大, 隆隆作响的炮声, 让穆斯林叛军以为有成千上万门大炮, 在轰击他们, 内心充满了恐惧, 与此同时, 在狂风的协助之下, 炮弹和箭矢的速度比以往飞行速度更快, 呼啸声更加侧耳, 让穆斯林叛军心惊胆战, 一夜被沙神暴折磨得死去胡来的清军, 这个时候却充分的享受了狂风带来的好处, 现在他们不仅跑起了非常轻松, 而且射击出去的每一剑, 劈出去的每一刀, 刺出去的每一毛都更加有力, 在沙尘暴的掩护下, 清军士兵冲到狠近以后, 穆斯林士兵才勉强的看清楚他们, 而且由于睁不开眼, 只能胡乱的向前方开枪, 无法对清军构成严重的威胁, 清军轻松的跃上了敌人的攻势, 敌人的头颅瞬间纷纷飞向了天空, 溅起来的雪雾被大风吹向了后面敌人的脸上, 凄厉的惨叫声被风声放大, 让后面的敌人全部都四四发抖, 越来越多的清军从黄沙的迷雾中冲了出来, 举着明晃晃的刀枪, 一个个就好像天兵天将下凡, 把穆斯林军惊得魂飞魄散, 正在督战的张格尔, 此时也被清军的雷霆之势吓得双腿发软, 魂不附体, 一看形势不妙, 转身就跑, 剩下的穆斯林叛军顷刻至今就土崩瓦解了, 战斗迅速变成了一场一兵倒的大屠杀, 清军以一万多人左右的兵力, 开始追杀对方十余万人, 仅仅付出了数十人的伤亡, 就取得了阵战四五万人, 俘虏了四千多人, 缴获枪械, 资重无数, 巨大的胜利成果, 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, 这一战彻底的摧毁了穆斯林叛军的斗志, 喀什城外, 穆斯林叛军尸横遍野, 浑河水早就被先去染红, 清军一路摧枯拉朽, 顺势收复了喀什城,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, 几天以后, 杨玉春亲自率军收复了伊尔强, 不久之后, 杨芳在昆拉今天的和田溪击败叛军五千人, 秦斩其首领玉努斯收复了河滇, 清军从阿克苏南下开始, 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 就收复了被战戈尔占据了一年多的南疆, 再次威震中亚, 若论投空非杨玉春莫属, 今天新疆还能在中国的版图上, 我们一定要感谢三个人, 赵慧, 杨玉春和左中堂, 要论功劳, 左中堂和杨玉春甚至更大一些, 因为他们都是在清廷企图放弃南疆的情况下, 力挽狂澜, 独闭晴天, 他们为今天中国版图的完整, 立下了汉玉功劳, 是真正的民族脊梁, 可惜的是, 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, 在今天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上, 你找不到杨玉春的名字, 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所立下的丰功伪迹, 这不能不让人恶腕长叹, 实在是愧对九泉之下的英灵, 消息传到了北京, 朝野震动, 没有人想到会这么快, 就平定了穆斯林叛乱, 收复了南疆, 于是幻生一片, 可是道光皇帝接下来的表现, 却有点诡异, 他一方面说, 杨玉春太棒了, 表现得太好了, 别累着了, 赶快率领主力回关内, 让国家可以节约点钱, 而且他强调, 杨玉春已回到关内, 先来到北京, 我要当面表彰, 考虑到他年纪不小了, 以后新疆的事儿, 就尽量别劳驾他了, 他的位置就由杨芳代替吧, 另一方面, 他又埋怨长玲说, 你是怎么搞的, 这次出生, 让国家花了一千多万两白银, 却没有抓住张格尔, 你就继续留在南疆, 赶快把这件事情给我搞定, 同时给我出个主意, 看看怎么善后, 道光的这一串举动, 一下子就把长玲搞得更加糊涂了,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呢, 把主战派的杨玉春调走, 留下他这个对南疆不敢冒的主气派, 那么皇上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善后制度, 是不是他想要我按照他最初的意见判呢, 这一下子把长玲给难倒了, 现在军事上获得了大胜, 如果再提那个方案, 很可能被人骂成卖国贼, 名声扫地, 可是如果不提这个方案, 万一逆了龙岩, 自己的仕途就堪忧了, 更关键的一点是, 他搞不清楚, 道光现在想要的到底是什么, 于是揣测来揣测去, 拿不定主意, 让他头痛的还不止这一件事, 张格尔现在跑得没影了, 由于他跟浩瀚的统治者上次翻了脸, 现在没有回浩瀚, 他带着残步, 不知道跑到了中亚哪个地方去了, 这中亚草原那么大, 他又该去哪里去抓呢, 就在这个时候, 伊萨克穆罕默德恶队, 就是乾隆朝收复新疆的维吾尔族功臣恶队的后人, 清军在南疆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突然求见, 说是有妙计相告, 那么长陵会向皇帝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善后意见呢, 恶队的妙计又到底是什么呢, 于是后事如何, 请听下回分解。